被开决出来了 那难道这个地方还有什么东西 又引来了新的盗墓贼吗 后来当地有关部门呢 关注一下才发现 没有盗墓贼 那说没盗墓贼 他动这土干嘛呀 那必有所求啊 都是周边的一些市民 怎么回事呢 周边的老百姓啊 认为啊 这马王堆千年汗墓啊 你说这地方风水还好 要不人家能把墓地搁这儿吗 所以这会儿很可能 山川灵气聚集于此 有日月之精华 所以不少老百姓呢 就觉得马王堆这土啊 灵气没散 就把这土挖回去干嘛呢 种种花啊 有时候养点棉的呀 甚至有拿着土的 咽咸咸淡的 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灵气的事 结果一川石十川百 那你周围老百姓都来 都动这土 结果就把那土层给建毫了 就一下变得很明显了 弄得这遗址有点不像样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 在这个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咱们有年岁大的观众朋友还记着 咱们流行一种保健方法 喝凉水 说这喝凉水有益健康 结果在青岛老山水库呢 出事了 结果由于当地很多老百姓呢 把老山水库的水打成小笔弄回家 直接喝凉水 生生把这个水库水位呀 喝下去五厘米之中 一个大水库你测水位要下五厘米 那得多少水 所以这个东西架不住以鹅传鹅 同时呢三号木的木坑啊 还也能出事了 不少老百姓说这地方零啊 在里头许愿吧 怎么许愿呢 往里扔硬币 扔一毛钱 然后啊许愿 那这不都有笑话吗 说是这个两口子 到这会儿来许愿来 到坑边 说扔个硬币许愿就零 这男的在前面 多扔点扔一块钱 看看他老婆许个愿 转身走了 他老婆道歉我也许愿扔个硬币 刚一扔劲儿大了 抓紧连人都挟钩里去了 他丈夫在后面一看 这么零吗 就说这个地方坑底下 你看这一块的 什么五毛的 什么一分的 什么的 还有一毛两毛 那个纸票不少 就拿这个当许愿坑 所以这个现象呢 当地有关部门一看 可得管了 一些文物部门呢 还有一些这个博物馆呢 都来人了 说这个地方不能弄得那么不像样 那么有的人就说 是不是这里头还有没有挖出来的东西 不是 长沙马王队汉墓 在自从七十年代开掘到现在 已经把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挖进 有价值的东西都运走了 那说都运走了 为什么这块地方相关部门这么看重 各位别忘了 长沙马王队汉墓的挖掘 是中国在二十世纪考古学最重大的发现 而且在这里边挖出的东西 包括他当年的器物和一些书籍 可以说完整的丰富了中国汉文化 那个时期那种圣经 这是为什么叫马王堆呢 当初这是两个小山包 像马鞍子似的 叫马鞍堆 后来改成马王堆了 开始人以为这是五代十国时候的王爷的墓 到后来改造才知道 这是西汉初年古代长沙国 他的丞相叫戴侯利昌 是个侯爷 名字叫利昌 是他的墓地 那么我说的是 可能有的朋友说 哦原来这闹了半天 西汉初年还有长沙国 不就都统一了吗 怎么还有长沙国呢 哎在这我得特地跟大伙说说 咱们有的人一翻个历史课本 你看 从打这个奴隶制社会 完事以后进入封建社会 大伙知道封建是什么意思吗 封建就是封土建国的意思 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呢 我们都知道西州打败了商朝 然后呢 周五王开始分封 把自己家种姓的弟子和一些有公之臣 我给你封到这边 不许你建立自己的国家 这就后来的齐国 那一块镇国 这一块晋国 这么分的 都是自个儿子弟 这个叫封建 就是封土建国的意思 春秋战国时候吧 本来这个周朝的国王是最大的 周王最大的 可是分了这么多国家 这国家人强大了 反而不拿这个周王当回事了 所以这才有春秋战国乱悠悠 春秋无意战 秦统一 秦统一之后发现这个封土建国不科学 我封你是个国了 你不听我的 我还收拾不住你了 所以其实有忙的时候搞什么 叫郡县制 用这种方式 然后呢 一切呢 权力归于中央 这叫中央集权的专制 集权集到哪呢 皇权最大 所以到了秦朝以后呢 原来的封建制就没有了 改成了皇权专制 到了西汉初年呢 不分的恢复了封建制 刘邦呢 为了笼络天下豪杰 打了天下了 得分封啊 所以他封了十个异姓王 就不姓刘的 不跟他是一家的 其中长沙这呢 出了位了不起的豪杰 叫吴露 刘邦封他为长沙王 他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长沙国 咱们今天说这个 马王队汉墓谁呢 就是这个长沙国下边的丞相 封他为戴侯 这个人叫利昌 他的墓地 说当初挖的时候 很多人没想到 不是说主动知道这地方就挖 因为国内你想想 有那么多皇陵亡陵的 哪轮到这一个侯爷 咱们都知道 皇上往下挖 挖了往公侯脖子男 你才是个二等爵位 也没人怎么注意 结果当时要在这个地方 建地下医院 结果挖着挖着 发现地下是空的 把这木挖出来 而这里头那气体出来呛人 有人和华火柴一点 发蓝色的火苗 说这什么地方 1972年1月 马王堆发掘组正式对这座神秘的墓葬进行科学挖掘 挖掘过程中 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有人说 在白糕泥中挖出了绿色的树叶 大家都不敢相信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树叶 说一定是挖掘式掉下来的 这难道真的是古代的树叶吗 在随后的发掘中 考古人员又在填土中 陆续发现了翠绿的树枝和黄绿色的竹框 他们预感这个墓葬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出现 就这么的把它打开 先打在哪呢 一号墓 就我们说立昌他老婆新追夫人的墓 结果这一打开 大家可打开眼界了 没想到外边不起眼 里边别有洞天 咱们说这个墓地叫棺果 里头的装尸体为棺材 外头一层一层叫果 它这果多少层 四层 打开一层又一层 打开又一层 每层之间呢 都有些宝贝 陪葬 到最后里边这层棺材打开 这个新追夫人的遗体出现了 一看身上都有二十多层 丝织品的麻织品的 丑的什么都有 就基本春夏秋冬的衣服都在上面的 你等再把这些打开 大伙以为这里头就骨头架了 这死人吗 结果令大家大吃一惊 这个人新追夫人 你看着他就跟刚死不久似的 皮肤都是黄的 你用手绑上一个都有弹性 保存的非常完好 这就是咱们现在一直君君乐道的 长沙马旺对千年女尸不辅之谜 不辅烂 有人说那口子呢 搁白糕泥封着 不透气 氧气进不来 还有说底下啊 还有些液体红色的 不知道什么成分 好像是弱酸的 弱酸不抑制细菌吗 没有细菌它就不烂 说什么都有 那你说这地方能这么形成 同样方式封住的别的墓 那早的骨头都要烂没了 西汉时候的 这你怎么解释呢 所以只能说这是个偶然现象 到现在人类没有解开 它为什么尸体不腐烂 再一仔细看这具尸首 大家感到很惊喜 为什么呢 两千多年留下这么具尸首 你琢磨琢磨 她的生理解剖意义的价值得多大 找了一些解剖学家 一解剖发现 这辛赘夫人呢 活着的时候 身高一米五四 体重多少斤呢 一百四五多斤 你琢磨琢磨 挺胖 再一解剖发现呢 这辛赘夫人呢 身体不好 怎么不好呢 有这个胆结石 有冠心病 可能还有心脚痛 还腰间盘突出 反正跟我们现在说 这都是富贵病 感情的整天这个 吃吃喝喝 看看歌舞 养尊处优 她也不活动 在她胃里还发现呢 一百三十八颗瓣 香瓜的瓜子 就说她死之前呢 没好了 是这么吃 你想一百三十八颗 这瓜子还没烂呢 哎 这得吃多少香瓜 我估计是撑死的 仗死的 就说明这个女人呢 很爱吃甜食 很贪嘴 就说明了 谢谢大家